我们在前面讨论的是 如果一个多指点系统 它所受到的作用力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 磁心所受到的合力 可是系统里面每个指点所受的力 我们分成外力跟内力两个部分 系统外的物体对系统内的指点 所产生的作用力 我们就称为外力 在系统内部 指点与指点彼此之间的作用力 我们则称为内力 所以如果左边这个图 这是一个系统 这系统里面包含两个指点 假设有一个A指点 有一个B指点 则在这个系统里面 除了AB指点所提供的作用力之外 假设有其他的外力 是于AB两个指点上面 则对AB两个指点而言 则对AB两个指点而言 他们所受的力我们就称为外力 所以所谓外力的定义是指非A或B所提供的作用力 这个称为外力 而如果作用力的来源是A和B彼此之间相互产生的 例如A给B作用力 B给A反作用力 则A与B之间是在同个系统里面的作用力 同个系统的作用力可以互相抵消 因此同个系统的作用力我们称为内力 在一个指点系统当中 指点与指点之间相互的作用力 这个是属于内力 可是内力并不会影响到整个系统执行的运动 所以如果一个系统只受到内力的作用 而没有其他外力的作用时 这时候系统的执行会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 也就是当系统如果没受到外力的情况下 系统的执行会维持惯性运动 所谓惯性运动是近者很近 而动者则是做等速度运动 因此系统如果没受外力的话 则执行可能是静止 或者执行也可能维持等速度运动 所以系统里面的内力作用 它不会影响到系统的运动状态 所以只能系统维持原来的运动状态 因此系统的动量会保持不变 系统会维持动量守恒 所以我们看旁边这一个图 如果一个系统里面包含A B两个指点 如果A指点有受到外力F1 B指点有受到外力F2 可是除了外力之外 A指点跟B指点B指时间有相互的作用力 于是A给B的作用力 我们就称为FAB B给A的作用力 我们就称为FBA 所以FAB是A对B失利 可是是B受利 所以受利体是B 于是B物体就产生运动 然而在整个系统里面 如果我们讨论系统里面 每个指点受利的情形 从图上我们可以了解 A指点受到F1的作用力 以及B给A的作用力 所以A指点受到F1 还有B给A的作用力 而B指点同时也受到两个力 B指点受到F2的力 以及A给B的作用力 所以A指点受的力是F1加上FBA B指点受的力是F2加上FAB 于是在整个系统里面 系统所受的合力 包括A所受的合力 还有B所受的合力 A所受的合力 如同刚所说明 A所受的合力 是包括F1还有B给A的力 B指点所受的力 是包括F2还有A给B的力 可是当我们把这个式子摊开来的时候 整个系统所受的合力 包括F1的外力 F2的外力 以及B给A的作用力 还有A给B的作用力 然而B给A的力 和A给B的力 在同一个系统里面 由于同一系统的作用力 我们称为内力 内力可以互相抵消 所以FBA是B对A施力 而FAB是A对B施力 根据重力反重力的关系 FBA会等于负的FAB 所以在一个系统里面 A给B的力 和B给A的力 彼此互相抵消 所以相抵消之后 FBA和FAB 这两项合力就等于0 于是 整个系统所受的力 就只剩下F1加F2 也就是 整个系统所受的合力 就只剩下外力的部分 内力彼此会相抵消掉 因此 内力不影响到整个系统的运动 所以如果一个系统 所受了全部所有外力 所受的合力 是质量乘以加速度 所以我们把系统的总质量 还有系统 直心的加速度 两个乘积 因此 FC 这个是系统所受的合力 包括MC 这是直心系统的总质量 乘上AC 这个是直心系统的加速度 直心的加速度 FAC 它的方向跟FC 合力的方向 两个是一致的 字幕统 serving 字幕统筹 总质量 订阅 约 总质量 明天